第四十题 下列甲乙丙丁四张图为运动体的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 哪些图代表观察时 运动体的速度方向和加速度方向相同 老师上课说过了 如果速度方向跟加速度方向相同 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正的越来越多 或者是负的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甲图是正的越来越少 所以它不是方向相同 乙图呢是负的越来越多 所以就表示加速度是负值 速度也是负值 这方向是相同的 丙呢就是正的越来越多 就表示呢速度是正的 加速度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正的越来越多 那么丁图呢是本来有很多的负 但是负的越来越少变成零 所以这表示呢我的速度是负值 但是加速度是正值 因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小 所以同方向的呢就是乙跟丙 乙呢是大家都是负方向 丙呢都是大家都是正方向 所以第四题提问说 谁可以代表着运动体的速度方向跟加速方向相同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C 乙丙